今天为大家带来一部科幻电影 地心历险计二 神秘道 故事一开始我们的男主便被一大波警察追击 就在男主骑着他那炫酷的小哈雷将要逃脱的时候 居然一个坡愣扎进了水里 警察就抓了男主并请了家长 于是男主的爸爸强森就来了 强森是我们的男主的继父 在强森与警察一番交流后 警察愿意放走我们的男主 男主的走时一脸对强森的不满 显然两人的关系不太好 回到家后 男主和父母吵了一架后回到了自己的房间 第二天强森想了解男主发生了什么事情 男主说在几天前的夜晚收到了一段无线电信号 但自己的无线电设备并不能完全的接收到信号 所以才去闯入卫星基地增强信号的 男主坦白这一切后强森也原谅了 并一起破解起那封男主从卫星基地得来的信 父子俩还是比较有默契 父子俩利用密码线索 竟然用三本小说的地图拼成了一个完整的地图 男主决定去神秘岛一探究竟 但强森竭力阻止他 因为传说神秘岛有许多未知的危险 男主一意孤行 为了保证他的安全 强森只好陪同他前往 然而父子俩找了一架看似很破烂的飞机 准备登到 而开飞机的正是我们的女主 突然前面就遇到了暴风与天气 然后在经历了风暴和龙卷风后 他们的飞机不出意外的都坠机了 遭遇这么生猛的风暴 一行人都醒了过来 随后一行人通过了一个小山洞后 眼前豁然开朗 一个神秘的世外桃源映入眼帘 巨大的蜈蚣 缩小版的大乡 完全与外面的世界不一样 随后一行人遇到了奇葩大旦 并遭遇了巨型蜥蜴 遭到了巨型蜥蜴猎谱的关键时刻 男主的爷爷及时用木头镇搭救了他们 一行人来到了老爷子的树屋休整 第二天 一行人在老爷子的带领下参观了岛屿 男主在路上借机向女主表白 女主给拒绝了 无奈之下 他只好请强僧 一脸正经的强僧亮出了绝招 居然是斗胸 不愧是直男的世界啊 随后在老爷子带领下 他们来到了目的地 这就是传说中的亚特兰蒂斯 在参观的过程中 经验丰富的强僧 突然发现这岛还有几天就要成了 正当一行人准备想如何逃生时 机智的男主想到了书中 提起的潜艇 于是一行人便踏上了找船的冒险之旅 路上他们遇到了神奇的蜜蜂 捕食他们的大鸟 当然一切都只是虚惊异常 随后一千人分成了两路 一路去找神秘的潜艇 一路是女主的爸爸去找了金矿 然而小岛呈现加快 他们必须找到潜艇尽快离开 来到海边的两人 一个猛子扎到了海里 并顺利找到了潜艇 然而潜艇却没有电 于是他们想到此前攻击他们的电蜂 只要找电蜂充个电 就能顺利启动潜艇 然而此时赶到海边的女主等人 却面对崩塌的世界 美丽的小岛正在迅速瓦解 拯救了他们 最终一千人成功脱险 勇敢的男主也俘获了女主的芳心 看着一家人过上了幸福美满的生活 影片到此结束 这是一个美龙美奂的童话仙境 有与世隔绝的小岛秘境 有颠倒世界观的生态圈 喜欢看科幻片的朋友 可以去观看一下 好了今天的电影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观看